嗚呼 嗚 頭快起來囉 啊~~ 啊~~ 你痛ㄟㄧㄧㄨㄨㄧㄧㄡㄧㄧㄉㄨㄨㄧㄧㄣ 嘖 你就不知道了 這就是我們今天乾爹給我們的自爽神器啊 好 哎呦 這個反光 就是這個 Epson出的VT30C智慧眼鏡 這樣小小一盒 其實沒有很大 我們看一下裡面 裡面打開之後呢 像你們看到了 它這邊有一個收納袋 這個收納袋大概 比我的SWITCH還要再小一些 然後旁邊有印著Epson logo 那除了收納袋之外 裡面 裡面這邊有一個配件 這邊這個是鼻樑墊 你可以自己考慮是不是要安裝 這個鼻樑墊 就是去調整 因為你每個人的鼻型啊 眼鏡的形狀 會長得不太一樣 配戴起來舒適度也不通 那這邊還有一個呢 是墨鏡的鏡片 然後在這個下面呢 有保固卡 產品說明書等等的 打開 它整個智慧眼鏡的造型 大概就長這個樣子 剛剛那個鼻樑墊呢 就是可以在這邊自己去更換 那你們可以看一下它鏡片裡面的設計 它裡面有做這些 就是可以支援它微投影技術的 你戴這個眼鏡看到的畫面呢 它是投放到這個眼鏡上面 它並不會直接投射在你的眼睛上面 這樣可以滿有效的降低你眼睛的疲勞度 據說你在配戴這個時候呢 也會感受到大概80吋電視的感覺 這個等一下我們來實際測試感受一下 然後呢它這個眼鏡呢 旁邊有配這一個線 這個線過來這邊就會有它的控制器 那現在從上面直光看到 它控制器有音量鍵的大小 那旁邊還有兩個 這個上面有沒有看到 它就是亮暗度的選擇 這一側呢還有一個音源孔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耳機直接插在上面搭配使用 線的末端呢就是這個 一個Type-C的接口 其實不只是手機喔 你的電腦啊或是其他設備 如果有支援DP-OUT 然後是Type-C的接口 都可以拿來嘗試使用看看 那可能在辦公室你就直接用這個插子筆電看 應該也是滿有機會的 那它實際上的大小呢 我拿我現在正戴在臉上的眼鏡 給你們稍微看一下 就是比一般的眼鏡呢還要稍微大一些 但是實際上它整個收納裝在一起之後 就是一個盒子的容納 其實我覺得並不會非常的大 那它有附這個收納盒 就是如果你帶出門的時候 直接放在裡面一個盒子 其實攜帶還算滿方便的 那整個包裝裡面的內容就大概這些 那我們實際使用看看 好各位今天要跟你們介紹呢 就是這個Epson出的VT30C智慧眼鏡 其實我覺得今天要分享這個 是有一點點難度的 因為我嘗試使用了之後 我發現你有點難呈現 就是你實際上眼睛看到的會是什麼樣的感覺 那首先呢是它上面的設計呢 我剛剛在前面開箱的時候就有看到 它裡面其實是有一些特殊的鈴片設計 那它其實是有一個COLD的技術 那簡單來說它就是一種很微型的投影 然後你透過這裡面的兩個鈴片呢 當你戴上去的時候 你看到的感覺就好像 官方是說80寸的電視啦 你戴上去之後它的畫面 並不像這樣子這麼近的 直接貼到你的前方 而是你感覺它是離你有一段距離的 甚至在觀看的時候我會想像 它還有就是那個畫面 下面可能再放一張電視桌 有點像我坐在我工作室的沙發看電視的這種感覺 我們拍攝的畫面是有被裁切的 不過你實際上戴上眼鏡之後 它左右兩個畫面是會好好的重合在一起 會出現一個很大就是我看起來大概 視覺上真的很難言喻 就真的是非常大的電視的感覺 那我在佩戴這個看影片的時候呢 它其實這邊還有一個小小的遙控器 那這個遙控器呢它上面就是可以直接去調整 你的音量跟你投影出來的畫面的亮度是如何 假如說你在觀看的時候 你同時希望能夠握眼鏡來觀看其他東西 可能你正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只是戴著這個眼鏡順便看個影片的話 那你可能亮度調低一點 你還是可以比較清楚的看到你手正在做的事情 不過如果你只是想要攤在沙發上 或是攤在床上 想要好好好很爽的看個影片的話 亮度可以調亮一點 甚至是搭配上它配件裡面有的那個墨鏡組 就是可以放在後面 那這樣子你可以看得更清楚 這邊還有一個要強調的點是就是 如果你有近視的話 你可能就要像我一樣戴著眼鏡的狀態下 然後去把這個套進去 那它的鼻樑墊其實做的特別高喔 就是特別長特別高 就是為了應付這個狀況 就是跟你的眼鏡可以去做一個距離區隔 然後你就稍微離遠近有一段距離 然後看一下掛在哪裡是比較舒服的 那以目前來說 我調整這個位置 如果我正在看影片的話 它差不多呈現的位置就會在這一個地方 並不是每一隻手機都可以支援這個影片 所以影片下方有個詳細連結處 你們可以點進去看一下 就是你的手機有沒有支援這一副眼鏡去使用 那我這邊用一個有支援的手機 基本上你插上去之後呢 你從介面上就可以看到 它就寫 以連結視訊輸出 那這個時候呢 戴上眼鏡 其實是已經正在支援它的那個畫面輸出了 它已經在離我遙遠的一個地方 是看得到畫面的 這邊有一個Move Real Link 你可以去下載安裝 然後你如果點擊它的話 就會看到畫面上有出現 比如說明暗度 或者是音量 那它這上面還有一個比較有趣的 有沒有看到它這邊寫一個2D 3D的按鈕 就是在YouTube上面呢 或是其他地方 有些會有一種3D side by side的功能 那基本上它的影片呢 你在YouTube就是在沒有支援的情況下 你直接觀看就會像畫面上看到一樣 它是左右兩個 就是它一個畫面會切左右兩個 那你這個時候呢 再把它這個功能按下去 那這個時候它在你的眼鏡上面呢 它就會把畫面切割成左右 然後合併在一起 那這個時候你透過這個眼鏡在觀看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點像 你去看電影 IMAX 那一種就是東西 是會有遠近距離感的 去呈現一個這種3D的效果 坦白說它的3D效果 我覺得呈現得還蠻好的 所以如果你只要有支援 連這種技術的3D影片的話 我覺得你都可以嘗試用來帶帶看 接下來是友情分享一下 就是中華電信它有一個哈咪Video的APP 簡單來說呢 它就是一個你可以在上面看各式各樣電影啊 影集的一個APP 那這個APP呢 就如你們現在畫面上看到的 真心推薦 電視管 影劇管 那通常大家喜歡看影集的啦 看電影的啦 應該每一次就喜歡在這個頁面看影片 這是手機只要能輸出畫面就都可以看 所以你當然可以用這個APP搭配我們的智慧眼鏡 然後在房間裡舒舒服服的看電影 好的那再來就是要跟你們分享 我實際上使用下來的感受 那我一開始使用的時候呢 其實你真的戴上眼鏡 然後畫面頭進去之後 我看到之後是有一點點驚訝的 它的畫面成像其實比我想像中的 還要清楚非常的多 就像你戴著眼鏡一樣 你現在上面貼一個貼片 你在佩戴看影片的同時呢 其實你的頭這樣轉這樣轉 或是動來動去 那那一個畫面呢都會跟著你的頭 這樣子動來動去 永遠都是置於你視線的正中央 不論是坐著 躺著 還是甚至側趴著 或是偶爾像慵懶的 攤在沙巴上看影片的那種狀態下 你都不會因為 喔 太歪了 就是視覺上有點不太舒服 然後就在作證 這樣子看畫面才比較清楚 那還有一個是它有一個收納包 那我覺得收納包設計的非常非常的好 我很喜歡東西都各自放著一盒一盒裝好 因為這樣你帶出去 還是你收納的時候都會非常的方便 不過我有一些額外想要提醒的部分就是 你在佩戴的時候呢 你這個控制器呢 最好是夾在離它近一點的地方 不要讓它這樣子垂著晃來晃去 因為這樣子一定程度的增加它的重量 如果你夾著的話 它就是純粹只有眼鏡的重量 你如果讓它晃著 你就會很容易有那種眼鏡被拉扯的感覺 所以你在佩戴的時候 最好是把它夾好 而且你夾在一個好地方 你控制其實也算方便 以我個人來說呢 這樣配置的情況下 如果時間拉長的話 還是會有一點點負擔在的 而且其實也沒有很建議說 大家看影片一口氣看個六七八個小時 都沒有停下來啦 雖然它的設計 讓眼睛的壓力已經變很小了 但還是要記得適當的休息一下 而外發現的部分說 比如說你是在外面的情況下 你平常是用手機在看影片 你可能一隻手要這樣子拿著手機看 那你配戴這個眼鏡的時候 你可以盡情的吃炸雞 就是你突然有點小活要幹 你可以直接戴著眼鏡 然後直接邊做些你自己手上 想要做的一些小事情 這個是完全OK的 除了自己在房間裡面 或是辦公室裡面這種環境要用 非常OK 那你如果長途旅遊 就你可能會需要搭到火車啊 高鐵啊 飛機等等的 我覺得也算是滿適合可以使用的 不過我這邊有一個重點想要強調 它雖然是眼鏡 然後它的鏡片也是透明的 實際上你戴著的時候 還是可以做些事情 不過我沒有非常的建議 你在外面行走的時候 然後還戴著這個眼鏡去行走 就有點像你在騎車開車的時候 不要看影片一樣 因為你的注意力會被吸走 可能會沒辦法注意到交通上的一些突發狀況 看影片玩遊戲 開心很重要 爽感很重要 但是安全還是要注意 這個是我自己的小建議 好的各位 那今天影片跟你們分享我使用 Epson出的智慧眼鏡VT30C的感想跟介紹 就大概到這一個地方結束了 從5月1號起在中華電信的實體展示門市購買的話 還會再送90天的 就是我剛剛用的那個哈咪Video APP 會再附贈那個APP 90天的序號卡 不過那個是送完為止 數量有限 想知道資訊的話 下面詳細資訊處我一樣會放上連結 大家都可以自己點進去看一下好不好 好啦各位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有任何問題的話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然後喜歡這種類型3C評測 或是我其他有的沒有的東西的分享 離開前記得按下訂閱好不好 我是阿彩熊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